大陆体坛在报禁药风波,但今次是大陆著名马拉松业余跑手,以长相甜美而又屡屡摘金的颜值女王李文杰,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公布,李文杰一样本验出为禁药物,由于他一直以业余身份参赛,消息红洞内地马拉松跑圈,令人关注内地禁药风暴是否扑向业余选手。 长相甜美的李文杰,被大陆业余马拉松圈称为颜值女王,年夺27面金牌,澎湃新闻,分享。 据搜狐新闻,去年11月19日,青岛海上国际马拉松比赛,李文杰前半程彻底把其他跑手远远甩在身后,但在后半程已体力不支,最终紧获第三名,舆论大感可惜,不料,不料反兴奋剂中心上周四,四日,公布兴奋剂。 据违规运动名单比这来的更震撼,公布披露,李两次尿减菌呈阳性反应,查出尽腰外原性醋红素。 反兴奋剂中心官网制昨天下午50枚公布处理方案,按照以往惯例,专业运动员服食尽药,一般处以取消比赛成绩或竞赛。 业余选手违规面临怎样处罚,目前并没有先例可以参考。 年仅24岁的李文杰曾是专业跑手,2015年退役后以业余身份参加马拉松,一跑成名,前年夺27金牌,得20多万人民币,约24万港元。 奖金,名列全国女子全程专案业余选手中第八位,义士内地体育运动用品生产商。 361度代言人,年纪轻轻,名利双收,据料栽在尽药手上。 外界对外原性醋红素比较陌生,但它属于醋红细胞生成素,EPOE类,EPO据报是肾脏和肝脏分泌的急速氧物质,能促进红细胞的生成。 红细胞的运氧能力使人的肌肉更有力量,19例更强。 运动员常常通过摄入此种物质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运动成绩。 世界反禁药机构,威德,1990年代开始禁止运动员使用,视为洪水猛兽,千奇借环法,单车赛冠军,严士堂也是栽在此药手中。 里约奥运会女子马拉松冠军,腾雅选手杰苏姆公义英,EPO被判竞赛四年,无缘未免东京奥运。 业余选手 兴奋剂违规 我也没有听说过,浙江省田径对女子中长袍总教练同校没指,不排除理为节有物浮含有违禁成分的食物或药物的可能。 但他同时表示,离可在尿检后提交一份治疗用药或免申请,提前报备就不会有问题。 大陆网民则评论认为,高额的奖金导致了大量的业余选手走上了这条路。 长相甜美的李文杰,被大陆业余马拉松圈称为颜值女王,年夺27面金牌,澎湃新闻,分享。